小强 这绝对是国产恐怖片的开山鼻子 更是无数人的童年噩梦 今天带大家重温一下经典 希望大家不失初心 争取成为大家的成年噩梦 故事开始在一个晚上 几个年轻人非要玩通明游戏 需要每个人把血滴入杯子里 小明觉得有些恐怖 我说不玩就不玩 等会儿 你们见到鬼的时候 剩下的几人分别喝下了血水 然后点燃湿油 几个人就手拉着手 随着湿油的挥发 几个人也正式开启了通明 不一会儿 几个人就开始纹身发动 四眼还说自己看到了一个红衣女 一旁的小明纹身忘了 门口果然站着一个皮头散发的女 小明赶紧起身 中断了他们的通灵仪式 几个人却开始埋怨小明捣乱 正打算继续玩下去 四眼起身去上厕所 可是没一会儿 她就大叫油鬼跑了出来 几个人跑进厕所查看 却发现了恐怖点 四眼竟然淹死在了浴缸里 那刚刚跑出去的是谁啊 正在几人震惊的时候 外面一个人影慢慢靠近 所有人紧张到了今天 下一步 四眼突然闪现出一幕 众人意识到 跑出厕所查看 却发现了圣人的一幕 对于这种超自然的现象 警察也没有任何头绪 可是从那以后 怪事就开始接连不断 小明的女友被吓得住进了医院 而且时常看到门外扒着一只鬼手 阿珍更奇怪 大夏天的她总是会感觉阴冷 小明非常好奇 扭头一看 却发现一个蓝鱼女鬼趴在她的后背 而阿珍的男友不仅如此 还总是噩梦缠身 这天晚上她听到有人叫她 于是她寻着声音来到天台 就看见阿珍在远处向她招手 她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 连续出了两条人命 姐姐小敏非常担心 于是她找到朋友阿坤 希望她能帮帮小敏 阿坤平时对灵异事件研究颇深 她觉得问题的关键应该是石油 可是石油是四眼弄来的 而且四眼已经死了 于是阿坤想让小明去问四眼 因为小明是天生的阴阳眼 于是小明再次来到四眼的家里 她开始呼唤四眼 可是却突然被人半斗 果然是四眼的鬼魂 小明正想问点什么 可是却已经来不及了 小明的女友也回到了家里 这天她突然看到楼下一辆车来接人 而上车的女人竟然是千里之外的阿珍 而此时的阿珍编制好一个麻绳 然后神情呆滞地走出房间 慢慢地走向母亲 当他们赶到阿珍家里的时候 阿珍已经吞刀自尽了 而接走她的那个老头 竟然是阿珍已经过世的父亲 而另一边的阿坤也有了兔 他发现四眼家附近有一个黄山村 这个村子曾经三天死了66个人 于是小明来到这里查看 而此时的村子已经破败不开 他来到一家祠堂 发现一个灵位 再仔细看去 祠堂里竟然满是亡魂 小明吓得跑出村子 这才发现 原本死记的村子已经满是鬼影 小明赶紧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阿坤 此时饭店里坐着一个大爷 他坐在那里开始自言自语 回想之前在祠堂里看到的灵位 他们意识到李强应该是重大的关键 经过一番寻找 两个人终于找到了李强 在李强的讲述下 一件尘封已久的往事终于揭开了帷幕 原来在一百年前 黄山村有一个名叫楚人美的名角 她的丈夫是个衣冠禽兽 为了与傅家千金结婚 她设计给楚人美扣上了通奸的罪名 为了保全村子的生育 可怜的楚人美被活活打死 最后被草阁果实扔到了坟地 然而这一切小强都看在眼里 她就把真相说给了楚人美听 结果楚人美怨气冲天 仅仅三天就杀了村子里66个人 村子里的人都纷纷搬离了这里 李强龄走前把楚人美送她的手镯还了回去 希望她以后不要再杀人 这场杀戮才得以停止 他们来到楚人美曾经被抛尸的地方 可是这里已经被拆迁队推平 楚人美的尸骨也不知被扔到了哪里 就在两人刚要离开的时候 小明却突然发现 水中站着一个蓝蜴蜴 原来楚人美的尸骨被扔到了河里 而喝过河水的李强也同样能看到 楚人美终于要大开杀戒 阿坤也终于发现了水的问题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明 楚人美含冤而死的冤气 借着水的围结 深入我们体内 在我们大道里支配着我们善人 与此同时 小明的女友开始不受控制 他把所有过期的药倒进碗里 然后大把大把的塞进嘴里 幸好小明及时发现 把他送到了医院 可是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曾经自言自语的老人下班回家 刚打开电梯 就发现自己已经死去的亲缘 最后老人竟然把自己掐死了 而曾经最受楚人美疼爱的李强 也听见有人在呼唤自己 于是开始四处寻找 结果 与此同时 喝过潭水的还有姐姐的男友 他走进厕所 却突然发现马桶里都是头发 可是仔细在看 却什么都没有 他坐下准备方面 可是马桶里却突然伸出一只手 他吓得瘫倒在地 想要逃跑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当小明和阿坤找到姐姐的时候 姐姐已经被男友灌下了潭水 男友显然已经被幻觉支配 于是二人合力将来 为了防止他们自杀 甚至把他们绑了起来 而小明也喝了潭水 于是他决定去潭里 找到楚人美的尸骨 这也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他把姐姐托付给阿坤 随后就跳进了尸骨 结果他发现了一个手镯 他们怀疑这是楚人美的手镯 阿坤让小明找到楚人美的尸骨 然后把手镯再次给他戴上 希望这样可以化解楚人美的怨气 于是小明再次跳进潭水 可是这次好像进入了另一个问题 好像回到了曾经楚人美被抛尸的地方 这时远处走来一群人 小明发现 其中一个人竟然是他自己 小明拿出手镯 准备给楚人美戴上 从此这时 不准备就掐住了他 直到渴吐了 最后小明从潭水中飘了上来 阿坤悔恨不已 此时他也没有个办法 于是他跑回去找到小明的姐姐 可是姐姐一抬头 却惊恐地发现 楚人美就站在阿坤的身后 当然阿坤什么都看不到 此时开始因尊大怨 阿坤知道楚人美就在房间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喝下了潭水 楚人美显露身形 露出了那张恐怖的脸 阿坤极力劝说楚人美放下怨念 可是下一命 但是阿坤知道 这一切都是幻觉 于是他狠狠地抱住楚人美 也许是感受到了阿坤的真情 楚人美最后决定离去 回到了那个属于他的深谈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